那麼之前的話其實在這個DFact影片 像是就有一個 中國就做了一個AI的影片 就說我們的于北辰將軍 他是就投降了 我們看一下那個影片好不好 可以幫我們播放一下這個影片嗎 余北辰在網上公開舉報我說 我王瑞德是台獨玩物分子 我想說大家都是靠嘴生活的 何必為難別人 我告訴你們吧 余北辰說 我是台灣主持界裡面 長得最漂亮的 湘君不光有學問 還很會誇人啊 我真的超喜歡這種感覺 再次強調 那不是我 我沒有講要投降 我告訴你 人生自古誰無死啊 要死也死解放軍 再次強調 不要給我亂轉傳 那些影片都是假的 只有一句話是真的 就是本人是最美的 那麼之前的話 其實在這個DFact影片 像是就有一個 中國就做了一個AI的影片 就說我們的于北辰將軍 他是就投降了 我們看一下那個影片好不好 可以幫我們播放一下這個影片嗎 再次強調 那不是我 我沒有講要投降 我告訴你 人生自古誰無死啊 要死也死解放軍 再次強調 不要給我亂轉傳 那些影片都是假的 只有一句話是真的 就是本人是最美的 好 我們的文山智林是最美的 那其實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其實中國其實最近都是利用一些訊息戰 之前就已經提過 大家覺得這個DFact的 做的技術怎麼樣 現在的技術看起來 聲音其實它是用那個嘴型 會看起來不太的不太一樣 但是它的聲音 其實聽起來是不是還蠻像 會很假嗎 于北辰將軍絕對不可以投降 沒有錯 喔 對 但是就是說現在網路上 其實出現了很多的奇怪的影片嘛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其實它就是要讓我們的明星覺得 盡早投降很害怕 因為我們之前就有 來 大家看一下喔 它其實像這個AI 它在散播假訊息方面 它運用這個AI的模擬聲音 還有語調啟動 它以後就會做得越來越像 就是像美國大選啊 也會有人做一些像是川普啊 或是像是賀子英他們動嘴 然後呢 就會出現 其實在講中文的影片 也都有這樣子 那它其實會掌握當地的用語明情 而且它會盡量的 現在其實它就在收集 我們平常的用語 所以它不會出現中國用語 它會盡量是用 譬如說我們平常使用的語言 或是有些甚至它也會用台語 來讓你很難去辨識真偽這樣子 而且他們平常會寫一些假訊息 然後呢 再散播出去 你就會影響台灣選舉 讓我們台灣會不戰而降 而且它已經做好 就是打仗的時候 我們已經宣布投降的影片 所以如果我們在發生戰爭的時候 就會看到可能電視台就會宣布說 什麼總統已經投降啦 就像這種影片 它在俄羅斯其實在這個 沃爾戰爭的時候 它就用過這一招了 所以他們現在都有準備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強化社會防衛任性 在全民國防還有教招上面 讓大家都可以知道 中共的操作的手法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之前大家都會看到一些換臉的一些軟體 現在也蠻多的 就是說你只要付費使用 它的軟體就可以把你的臉 變成另外一個人嘛 就是說現在我這樣 那其實它可以把我生成成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臉 另外一個人 就把我變成誰呢 好不知道 沒關係 不要變成別人 好 那這個其實它的水準 已經達到商業的技術水準了 而且它軍用級的技術也更加的成熟 現在其實專家有市井啦 他說其實我們部分的台灣媒體 也被這個中共滲透 到時候就會有電視台的人員出來 呼應中共主張 就說其實投降才是對大家最好的 還有宣稱台灣是中國的 那麼親中媒體就會幫忙 傳播這種深微的影片來鼓勵投降 好 那其實像之前日本的NHK 其實它有做過一系列的報導 就說台灣是受到這種情報戰的影響這樣子 好 我們另外一位老師 等我一下喔 其實我們今天還有聯繫另外一位專家 有人說 有人說我是無爭辯的 我們長得那麼不一樣 好 等我一下喔 他說視訊進不來耶 等一下喔 我丟一個新的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不好意思喔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不好意思喔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我們技術處理一下 可以嗎 嗯 那你給我好了 那你給我好了 這個嗎 喔 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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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老師 我們聯繫我們的軍事專家蘇紫雲老師 有嗎 畫面上有沒有出現嗎 老師幫我們講一下 123 123 123 有 耶 好 很清楚了 有喔 好 謝謝蘇紫雲老師 我們剛才其實已經提到了 就是我們今天提到就是說 說中共他的手法很多 剛才提到就是說市集我們可能會 運用一些AI 還有那個Defact的假技術 來影響台灣的民行 就以我們老師的觀察 其實現在在台灣 這個狀況是普遍的嘛 我們請蘇紫雲老師幫我們分析一下 好是就如同發言人剛才所說的 中共他向來都利用這種農媒體的技巧 也就是他所謂的中央廚房 那他很客製化喔 就是說會藉由社群媒體 還有傳統的電子媒體 或平面媒體等等的做法 然後把這個中央廚房的這個訊息 經由各個媒體的特性進行包裝 然後再進行這個推波 用意就是要增加他的人際滲透率 那麼事實上除了中華民國之外 包括加拿大還有美國政府都發現 中共會透過類似的這個手法 他先會經營一個同溫層 平常是講美食美妝或者是說 改裝車等等這種訊息 來擴大他的同溫層的人數 然後在特定的時候 他就會釋放出有這個 強烈的政治意涵的惡性訊息 那以七分真三分假的方式來包裝 包括以前台灣也發現過 就是以往有這個所謂農產品倒掉 等等都被發現 是利用一些以往的舊的照片 來包裝新的訊息 意圖就是一種認知作戰 那認知作戰就是要影響受眾 他內在的這個感知進而採取行動 這是北京方面一直在做的一個手段 那這些事實上 等於是新瓶裝舊久久 也就是說他既有了政戰的一個手法 或是統戰的手法 那利用現代的科技更加精確的 來進行滲透了 我剛才提到他們其實軍用級的技術 其實是還蠻強化 其實他們是有整整 就是中共是有整整一個單位都在做 在做這個譬如說生成影片 還有這種影片跟網工的部分嗎 對不對 可以幫我們講一下說現在中共 就是現代的這個所謂的網路戰 Cyber Warfare 跟以往我們講Information Warfare 資訊戰目前是分的比較細 以往我們講的資訊戰 就包含這個網路的硬體 或是病毒的攻擊 通通叫資訊戰 那現在就是民主國家分法 把它分開Information Warfare 資訊戰指的數位內容 然後Cyber Warfare 網路戰指的就是駭客或病毒的攻擊 這樣區別會比較清楚 那第二個就是 在目前的這情況之下 中共被辨識出來 就是在網路攻擊的部分叫APT 也就是說 他們稱為比較先進技術的駭客團體 那被發現是國家支持的 那在這個所謂網路攻擊的部分 現在被西方標定的叫福特颱風 包括美國 有察覺到在夏威夷 這個福特颱風的病毒 還有就是中共APT的 國家級的駭客 都在入侵 關倒了民用的基礎設施 包括電廠 水廠 還有甚至想要駭進 關倒了軍事設施 這是指網路攻擊的部分 而且他們的手法都是比較 固定啦 也就是還會有上下班制哦 就是被發現 這些駭客們都還是會打卡上下班 這很好玩 因為我們講這個IT 或者是網路攻擊 算是一個科學啦 可是他很多coding 又是每個程式設計師或是駭客 他的在寫這個程式碼的時候 會有特定的一個就是語法 所以還是可以辨識出來 這是網路攻擊的部分 也就是各位 就是有時候在搜Google 這個Gmail的時候會有警告說 可能被國家級駭客鎖定 要你去改病毒 那至於說數位內容的部分 就更細緻了 包括就是上月前 就是中共他們弄的 這個所謂聯合力艦B這個演習 你都看得出 他們一些正攻人員 在做這個宣傳的時候 都刻意會用台灣鄉民的語言 譬如說他講他的海警船 這是排水量1萬2千噸的 那個大型海警船 超派超大隻 對 主持人講的就是正確的 他是故意用這種語言 那就可以知道 中共方面他們這種就是比較說 不管是五毛黨或是說 這個宣傳職業的宣傳人員 他們慢慢的就是會更 細緻化 客製化 就是想要打入特定的一個族群 或社會來爭取語言上的認同 進而去改變他的想法 我覺得可以觀察到 因為從之前那個海派甜心 跟超派超大隻 就是發現說他們其實 就是說一直在訓練他的 這個AI的這個語言模型 就是說從之前 可能大家一看就說 這是中國用語到現在 可能他把這個台灣 台灣人會用的口語 他都把這個數據 收進去 而且他們其實會用一些假帳號 在社群媒體上 就是測試大家的反應去收集一些 我們平常大概 比如說台灣人會怎麼用的流行語 跟就是用語之類 其實這還蠻 我覺得還蠻可怕的 就是說以這樣下去的話 會很難去分辨他到底是真是假 是 實際上是沒錯 這是其實在那個 某個最有名的BBS上面 這是他們的一個 就是資訊的練兵場 他會從上面去收集上面的用語 進而進行他們語言模型的修改 事實上以前我在BBS上面 也擔任過一陣子的版主 就是某個正黑版 就是版主 那就可以發現當時 版主他們還會有的 就是站 站長那邊會有一些訊息 所以在當時就已經出現過 或這種類似免洗帳號 那還有一些就是用語 你會發現 這不是就是台灣方面 這邊常用的用語 所以很容易就抓包 抓包之後 可能就會進行這個帳號的追尋 看他是不是假帳號 或者是說一些公關帳號等等的 那現在他們就是更細緻化了 所以的確像主持人講的 他現在可能就是要變諜的話 就會要花更多的精力 特別是導入AI的語言模型之後 他可以從更大的不同的網站 去搜羅 就是目前流行用語是什麼 火新聞是什麼等等的 然後再去組合出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想就是我們在看這些訊息的時候 有時候就要像是對付大片集團 來更加謹慎的看待 不過誠實講 我對於台灣的民主政治是有信心 因為就是我們已經第八次總統大選了 那這我們從一個就是 民主的形式已經快要進入這個公民社會 那公民社會雖然說會有不同的聲音 可是慢慢的大家要知道 這種不同的聲音是正常的 可是我們對外的時候要團結一致 這樣才可以確保我們的民主跟自由 然後我們最後一題講一下 因為今天的外交新聞就是帛琉 其實帛琉這個中國施壓的這個動作 已經講了蠻多次 從上一次的總統大選到這一次 因為會數人他要希望可以尋求連任 那他就有提到說 其實中國一直逼得很緊 而且他們就是希望說 利用比如說像經濟 然後或是軍事的實力 來逼迫我們的邦交國跟我們斷交 其實我記得我之前有跟老師討論過 因為其實帛琉他的地理戰略位置 其實是在第一島鏈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現在中國他希望可以在這邊 可以取得影響力 所以一直逼迫我們的邦交國 然後怎麼看現在的中國在 比如說在我們太平洋這邊的一些動作 中國其實他在太平洋這裡 就是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 他現在是有個三角戰略 也就是之前逼迫索羅門 還有吉里巴斯跟中華民國斷交 其實是第一道的戰略 因為那邊是第二島鏈的部分 但是歷史有時候會重複 所以澳洲會很緊張 就是因為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當時日本帝國海軍 就是佔領了吉里巴斯 就是想切斷夏威夷跟澳洲的海上運輸線 那在索羅門那裡 也出現過一個很有名的戰役 叫瓜達康納爾戰役 那這些都是被視為澳洲很重要 海上運輸線的一個中間的一些島嶼 那現在的話 就是包括 所羅門跟吉里巴斯跟中國的 比較好的一些經濟上合作 那當然中國不是 就是說這麼純粹的 只是支持他做基礎建設 他是要這個地緣戰略上的位置 包括專家他在南半球衛星接收站 還有部署他未來海軍的一個前進基地 那這當然會讓澳洲非常的 盲勢在背 同時在這帛琉的話 也是扮演類似的角色 所以把帛琉跟吉里巴斯 還有索羅門連結起來 你就會發現是個戰略三角形 那在這種情況下 我想會數人總統他當然是 很挺臺灣 因為這是民主價值 相對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想就是臺灣跟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 也會就是聯合起來 就是提供帛琉 就是一些經濟上的基礎建設的資源 畢竟他們是開發中國家 所以不管是基於民主的價值 還有就是說 地緣戰略上的佈局 還有就是說 基本上作為一個先進國家 支援這個開發中國家的人道立場 我想我們都會有很多的合作機會 那事實上照以前的公開資料 我們的國安系統的一些 就是高階的首長也都訪問過國流 他也幫助他們在海巡上面的建設 還有一些國內的 基礎設施的投資 那現在再加上華盛頓方面 還有東京方面的力量 甚至澳洲力量也加進來 所以會讓我們的這些 就是有盟國家 不管在基礎設施 或者是人道的健康問題上面 或者是說海上權益的維持部分 都會得到更多的協助 來共同抵抗中國的這種銳實力 也就是走投的經濟 還有就是軍事的影響力 就成為銳實力 那這部分不只是保護台灣 也保護我們的盟國的共同的安全 其實我覺得蠻重要的就是說 中國不是只有利用軍演嘛 他的外交手段其實一直都在持續的進行 因為目前我們可能只剩下12的邦交國 所以他在外面逼迫我們 在打壓我們的國際空間 其實這件事情也蠻明顯的 所以在國內我們看到其實 還是要團結一致啦 不能說在面對中國威脅的時候 我們國內還是不少人在唱和中國 或是說在立法院把我們的內政搞得很亂 然後營造出一個政府失能的一個形象 那其實都會這些目的 就只是讓中國可以更加達成他們的 他們所要達成的目的而已 OK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下次再跟您講解 拜拜